全台湾有800多万的国人同胞 走出来 对 并不是很简单的公投题目 表示清楚的意见 现在结果出来 我非常的感谢 国人同胞用最直接的民权 表示对政府政策的坚定支持 有了这样的支持 我们更有信心 也知道要更努力 来完成人民的托付 让台湾走出去 让能源转型走下去 让民族不用分歧 而公投从提案到公民团体 到政党到政法各方 都藉由这个过程 诗变 沟通 大家从各方面 来对相关的问题 提出不同的意见 跟各种思量 我们都非常仔细的聆听 我们会对于有相关的疑励 政府不但会做更周远的考虑 而且会努力做到 让所有被质疑或可能发生问题的问题 我们会让它不发生 我们会努力把它做到更好 也谢谢这一段期间 从不同方面 给我们更多的指教 让问题能够思虑的更为完整 我要特别对这个过程中 所有参与的各方 不同的立场 不同意见 的任何个人团体 各方表示最深的敬意 更感谢 台湾真的非常不简单 从威权走到民主 也不过是几十年 现在更是落实了民主 并且因为有这么好的民主环境 我们看到 我们针对问题的讨论跟决定 透过公投来产生非常圆满的结果 政府一定会就这一次 整个过程及这一个明摆的结果 直接更谦卑 更努力 更坚定的为人民服务 让台湾能够更好 让人民的意志更能实现 而还让方方面面 都得到更多的照顾 并且让台湾不只是更有利 而且会让世界更肯定台湾 让台湾的各方面都更美丽 更有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